现在我要用雷森之森先看一下 我不是很暴力的人 已经破了 你们看一下这个根性美不美 所以植物的美真的不在于是花 根也美 生长的过程也美 它的奋力的样子就很美 我的小女儿称垂同为恐龙花 它这个脖子很长 像一个小喇叭似的很美 但一只花剑是高挑 酥落咬叶的 花头的高度的整齐度也很好 它从11月开始 陆续起花间开到明年的5月份 在冬季成都这样的 暮天的环境气候下面 可以正常开花 但是打霜的时候晚上搜一下 在北方的话 仿窗边栽种也可以 也适合两广地区栽种 这个就是一盘 小一号的花盘种出来的 这里面是一个种球 一年的时候生球 可能会生十一二个小球 换个盆给你们看一下 我用的图是通用型的配方图 这个根性太发达了 所以我轻轻为这个根性 做一个简易的梳理 也可以搞一点花性的牛分肥 在底下编一下 把它稍微拌匀一下 这个牛分肥 它是不烧苗的 换盆要像我一样 补给它搞多一点 你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不要假把式 要争当争腔 实大实的干 透气施肥 就是说第二年5月份的时候 给它添一点奥绿就可以了 中途都不用 试用很复杂的肥料 它就会让它的种球 越来越蓬大 这个是全年叶片产绿 可以关夜的 然后冬天看花 到明年5月份的植物 叫垂桶 管它吧 中华 拜拜 拜拜